我是陈伟俊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新加坡一位 非常著名很优秀的演员 金芝阿姨 金芝阿姨你好 伟俊你好 金芝阿姨是我们小麒麟戏班的班主 也是一位非常著名歌仔戏的刀马蛋 而且呢 他们演很多不同的行当 那金芝阿姨 可以告诉大家 小麒麟这戏班 在新加坡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 以前是新麒麟 然后改为小麒麟 是 已经有六十多年 七十年的历史 六十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只有星期零 在前面没有讲 整百年都有了 历史悠久了 那金芝阿姨今天几岁 七十九 七十九岁看不出 你还是很有活力 虽然年纪大 但是呢 她的心还是很年轻的 而且我知道金芝阿姨 对这歌仔戏呢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心情付出 那金芝阿姨 可以为大家分享 这歌仔戏有什么特点吗 我知道歌仔戏有这个吊钢丝对吗 有飞天遁地 而且只有歌仔戏有别的剧种没有 因为这是应付潮流的 应付潮流 要为这戏取朱鱼骨心的生命力 而且我发现到这福建戏呢 他们的这个头套啊 服装啊 包括化妆也比较现代化 金芝阿姨可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你喜欢演歌仔戏吗 我从小 我爸爸是西班的老板 我姐姐哥哥都是演戏 从小在西班演 长大的 所以对戏取就有兴趣 所以你是从小就耳濡目染 那你父亲是班主 后来也成为班主 我的武功全部都是用眼泪换来的 要打要骂 以前学习很辛苦的 不像现在 所以你是在西班里面学习 我在西班里面学习 是不是很早起来就练武功这些 7点多就要练武功 练到11点多 然后终于吃完早餐了 再学唱歌 整整三年 然后我们再学 一直学了 学无尽己 是是 所以你是11岁开始学习 而且我知道呢 很多媒体都有访问过金芝阿姨 对不对 很多报章都有访问过 金芝阿姨你的先生是吗 我先生 现在他 糖尿病 所以不能出来 我就比较辛苦 可以为大家介绍你先生吗 我先生刘古诚 他以前是演这个静的角色是吗 对对 导演 道具 全部由他一人安排 台上一切 东西都是他一脚踢的 是是 现在他不能出来 我就比较辛苦 所以比较少演了 是是 你对这个歌仔戏 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后期无人 也什么 找问 没有了 我先生不能演 我自己也年纪大了 只有希望有那个新的学生 再来学习 没有其他都没有了 是是是 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学习 这个歌仔戏 传承文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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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